台北大中华新闻人继续来看 中华管政府地账署在到今年一月开始 但现地质图中切主要 包括日本世界土地 那些是地质资料太多 还有众地达到去都市家卫区的土地 从民主代有到87公项 地账署提新土地所有团队 一定要到现状之外保障自身的团队 地账图的地质资料已经看不上出来的内容 这些地质就是今年广府地账署 准备要中心策略的土地 另外还有中华市 参资凶店的地方部分農地 特别去都市家卫区里面 也同样需要中华 在世代的范围 有在我们桂州和里林这两个地方 除了这一月 我们今年中策的地方 也包括了我们農地中华区 有个礼拜都市家卫来的土地 这在我们中华 参资六港这三方顶 除了这一月 我们有早期 售大区 因为系统不一样 实施中切的原理 北郑处表示 土地中切后需要中心电盖剂 这个时候需要土地所有团队败动 这个部分很重要 万亿有意义才能拿出 你知道这个盖剂很重要 盖剂切后 你的中心的民族管理就走出来 你如果不来 要处理不来 我们按照土地法 上官规定 进行施策 但这两个有不一样的成果存在 你来合作制裁 我们阿伯公告的时候 你对成果有意见 你还要有意义的空间 你按照我们土地法 来处理的是 净位施策 你就没有意义的空间 地政处好有 那是有收到各区地政所会的通知 说要土地中切 土地的所有团队 千万不通人为不重要 可以主动跟地政所 联络 较不及自己的团队 多长新闻 电视中华 彩虹不登